在娱乐圈,刘涛一直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演员,而且是有名的拼命三娘,还是个贤妻良母。 当年,刘涛价格身价200亿制度的王柯,惊呆了娱乐圈。 可安静的日子没过多久,王柯直接被2009年的金融风暴打垮了,债态高筑。 然而当年王柯破产之后,刘涛不仅对王柯不离不弃,而且出来疯狂接戏,拍戏,为夫还债。 刘涛付出4年,硬是借了25部电视剧和很多的代言广告,让刘涛还清了4个亿的债款,因此被戏称为拼命三娘。 他为夫还债也感动了无数粉丝,也让观众记住了这个拼命拍戏挣钱还债的刘涛。 这部老婆刘涛走空以后,王柯也随着老婆出来参加综艺节目捞金了。 孤单卫视就以刘涛两口子作为主角,推出了全新综艺节目《亲爱的客栈》。 夫妻连恩首次合递,让网友们对他们的相处模式很是期待。 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妻,他们坚定不移的感情感动了许多人。 可是王柯和刘涛在生活中诸多矛盾就暴露了出来,连恩之间开始出现纷争,冷战和正面冲突一切都似乎来得那么突然。 最近一次王柯却当着所有人的面怒怼刘涛,让他无言以对,刘涛喊累坦言自己无法忍受,吼他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。 最近刘涛的好姐妹林希如也将参加《亲爱的客栈》。 有媒体采访的时候,他一记到,刘涛和王柯发火并且王柯怒对刘涛毫不留情面。 林希如则坦言,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,其实在小宝看来,夫妻之间没有不吵架的。 这在夫妻之间也是一种常见的事吧。 为什么肯定是为家? 因为我刚才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是穿的特别漂亮的来访,穿的特别帅了。 你说家爷穿的不漂亮吗? 家爷穿的特别的随性,居家。 对,特别的就是一个居家里面带着呀。 就是要被拨的那种居家感觉。 陆寒,我就是说我整个过程熄灯了以后,你们在那儿大喊大叫, 我跑到你那边,拿着最靠近你的那个杯子,倒满水,窝在我自己身上。 这画面真的要脑补韩长时间。 那又不是,又不是他了是吧?那还是谁呢? 那是谁呢?那是谁呢?陆寒。 这一场洗手机里是要脑补。 那又用水贴。 那万一能积了一个水贴。 那是什么。 那是补贴。